《焦点视频》 焦点视频 《封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陈晋深师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晋深 我相信大家这一集看到这标题 《逢喉必空》 已经是相当大兴趣了 喂 又来一个考核 上一集就是《逢鼠必空》 那这一集为什么会是这个呢? 在讲下去之前 大家记得可以在影片资讯栏找到师傅的联络方法 如果有名的话可以请教一下他 还有记得要做齐CRS 留言、赞、分享 同时可以在不同的社交媒体手上 陈俊新三个字找到师傅其他影片和资料 今集就是讲这个逢侯必空 到底这个巧合 来到第四集 又是什么一回事呢?师傅 好消息大家看到白板上写着八字初班 因为陈俊新师傅这个初班课程 逢星期五将会又开始他们的课堂 之前逢星期二、三、四 其实都已经是爆满了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等了这个机会很久 师傅这两三年都在拍片 去分享一些八字知识 大家都急不及待 疫情之后希望可以亲身跟师傅 可以学习到这个八字的知识 所以大家如果心动不如行动的话 在影片资讯栏可以找到师傅的联络方法 直接和他撒取课程的资料 希望到时也可以见到大家 欢迎大家来报名 6月16日星期五就会正式开课 这一次如无意外 我在2023这一届的招生中是最后一次招生的了 如果大家对八字命理有兴趣的 尽快联络我报名 多谢各位 好 我们今集拍《命运的巧合》第四集了 对上那集拍了《逢鼠必空》 有条卵命 到了老鼠年就出大事 这条命看到了 《逢猴必空》 《逢猴年》也是不好的 对他来说 我们现在尝试由原局去说他的八字 然后看看为什么会出事呢 首先我们看看 1981年12月24日的 排出来的命盘就是 身于新有年 庚子月 墓子日 庚人士 这条命就在论坛那里拿回来的 在论坛那里看到 收集了 这条命这么有趣 你知道我们研究命理 很喜欢收集命理 自己存在在研究 用来分享 《逢猴年》必空 日元受属丙火 丙火日元生在紫月 12月天降地冬 冰天雪地 丙火我们的类象为太阳 太阳到了冬季 其实是很弱的 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这个紫水是水 自己坐着的夫妻宫也是水 看看天网全部是金 金来的 金来的 即是他整个八字 金水很重很重 金水那么重 一定会黑他的火 所以他这个八字 必须要见木火 是必须要见木火 他的八字里面这里没有火 唯一一点木 人木 就撑起了他 这个命 撑起了他 如果没有这个木的话 这条命就不知是什么了 就以人木为用的 用木的这个八字 财观很旺 财观很旺 而要用印的八字 他整个八字的重点就在这里了 这里不可以出事 这里一出事 他人生就有些不好的东西就会出现了 人木就跟新金冲 人生相冲 所以我这里写着 逢猴子必空 我们也论论他的运 第一个运起运是1988年的几亥 几亥 本身的八字金水很旺 水是会黑火的 本身也是体育多病的 一出生就已经比其他小孩难养一点 经常病的 几亥运 这个病痛多 继续延续 这个亥运也是水 也是金旁水冷的大运 几亥是湿土 对他没有帮助 继续看育多病的 而且这个运是容易被他的同学欺凌 霸凌的 这个运也不太好 然后进入这个1998年到2008的冒失年 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个蜀是粗土 而且蜀里面有一点火气 有一点火气 帮了他 反而就好一点 没什么大问题 另外有一个虚实的 墓土 金金丙火有些虚实 令他的格局实了 所以 1998年到2008年 读书有整整体 个人又开朗了 又不会像以前那么多病痛 又不会像以前那样被人欺负 读书在学校的表现也相当不错 尤其是在运动方面挺好的 这个是冒失运 然后到丁有运 2008年到2018年 用木就寄金的 这个大运就进入了金运 进入了金气的运 这样就会刻他的木 他的八字要用木火 天罡有火 所以他这个运就吉凶参半 但是地支的金气又出现了 不过这个金气还未是最凶的 最凶反而是这个运 反而是这个运 这样 丁有运来说 都吉凶参半 又不错的 不错的都可以 这三个运就是这样 丙心运原则上是会比丁有运 会差一个级数的 会差一点点 他真正好要去到晚年 这些八字 我们看看怎样出事化 刚刚说了 人木是不可以受伤 如果遇到猫猫年 薪金就会出事 人生会有些不好的现象 我们看看 什么年份 第一个猫猫年是1992年 1992年是任新年 第一件事我们要看的 我们用上次讲的技巧 天罡体表象 地支体吉凶 在这条命中 又是完全可以展现到 这个技术这个技巧的价值 以及它的应用性 是多高可以展现出来的 我们上次讲的一集 《逢暑必空》 大家可以看 看天罡的表象 全部都看到人物 上次那一集是看人物的 这一集不是看人物的 是看事情 天罡的表象是看事情 我们看看怎样展现事情 任新年 第一件事 走到猫猫年 它一定是不好的 地支体吉凶 断了它是凶的 那天罡我们看看 它是认什么事了 《淫水》 《淫水》是七煞 《丙霖身为逢羊水》 《淫水》就是羊水 所以 这个丙火 遇到这样的羊水 很大事 它会受重伤的 《淫水》是什么 七煞 七煞可以代表一些攻击性的东西 病痛的东西 命主在1992年任新发生了什么事呢 发生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撞鬼 被鬼吓死 简单来说 就会做了一个手术 类似是肠胃、盲腸炎的手术 就在1992年认出的 就是认七煞 七煞公身 七煞公身身体有问题 又被拒絕的意思 任新年 接着看看 2004年夹新年 2004就走到冒失年了 刚刚说了 1998年到1998年就是预任新年 很大事 又被鬼吓死了 吓死了差不多几个月 再加上又要做手术 因为这个运务不好 这个运务是没那么差的 所以 2004的情况 又轻微一点 因为大运务得帮到他 轻微一点 2004我们看一个甲木 甲木是什么呢 甲木是他的印星 印星我们可以说是代表身体的 印星也可以代表身体 还有这个甲木 甲木坐着身金是瘦黑的 而且甲木一出来 又会跟他原局的金金这些金 相黑的 所以他的木其实也挺伤下的 这一年因为在运务不太差 那还好 他纯粹是断了脚的 都出了事 打篮球断了脚 打篮球 落地那一刻 好像是落得不好的 就断了脚 要打石膏的 2004年就这样印出来 天网的表象就是 甲木交战 硬筋骨 接着 就丙新年 2016年 硬什么事呢 硬什么事呢 你看到这一年 新金其实都是跟紫水合的 其实他也是充人的 丙火是一个比肩劫财 尤其是我们说比肩劫财是会好财的 2016年他认什么呢 就是认结婚 花了很多钱 还有 最不幸的 最不幸的 是去到年尾 2016年的年尾 他那个太太 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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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对嘛 这里是他的子女宫 子女宫受冲 他结婚 子女宫就会移动 假设你还没结婚 你又没有女朋友 你不会突然搞大人的图 没有对象给你搞 他结婚了 这条数据就会认了 丙新年 除了结婚 花大钱 小橙 小橙 充到他的子女宫 那就是逢猴子必兇 这条命 都责死了 因为他的重点 整个八字的重点 用神就在这里 不可以出事 可以令到他出事的 就是新年了 就是猴子年 所以要注意 是 那师傅 今集我听你这样说 就是可以在他的八字里面 看到他逢猴子必兇 是凶什么事 但是上一集 就看不到 看人物 上一集是看人物 上一集是看人物 那分别是在于什么呢 分别是在讲一个像 怎样展现出来的 其实 因为他这条命 920416 很多时候认的东西 好像和他自己有关多一点 似乎是他自己的东西有关多一点 所以就没有特别去认到其他人 而 上次我们看《逢鼠必兇》 那些很多是他的亲人走 所以在他的像那里 就认到人物那里 是 所以是不是很有趣 哦 哦 《命运的巧合》就是这么巧合 那可能同一个八字 有些人 猴子也没有什么 是 他有东西 刚好我又在网上看到这条命 嗯 哦 那我又调转问了 会不会有些人可以逢侯必吉 还要看到是有什么吉士呢 有机会可以看到 如果猴子这颗星是他的用实 或者起神的话 有机会可以 有刚好天光展现出来 那颗星是很清晰的 可以看到的 哦 OK 那相当之有趣 就是《命运的巧合》究竟是 是怎么巧合法呢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 就是我见到有时网上 都有一些的流传 其实我们可能之后 我们那些的资料 我们看得详细一些 我们再请教师傅 例如坊间我见到有些人都问 他说 咦喂 这个 Twinz那个 Gill好有趣哦 是吧 逢十年十二年 他就 有一祸事情了 这样 所以我们之后有机会 又可以再研究一下 请教师傅 好吗 那好吧 就是再找一个提示大家 那么在影片资讯栏呢 可以找到陈俊生师傅的联络方法 联络他是什么呢 如果你对命运有兴趣的话呢 不妨可以和他撒取八字初班的课程资料 实地 详细跟他学习一下 这个实体课程 将来会在2023年6月16日开课的 是星期五逢星期五开课的 如无意外呢 这样就会是我在今年这一届的学生里面 最后一次招生的了 假设大家是有兴趣的 对命运有兴趣想学习的 那就尽快报名留位了 嗯 多谢各位 OK 那下一集我们又继续和师傅研究一下 其余一些八字的案件 再见 院长 院长 感谢观看